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艺人小猪罗志祥赤资2.7亿元 购入的内湖区豪宅遭民众爆料 在顶楼偷盖露天空中游泳池 北市建管处在这个月3号派员会刊 吃了闭门羹发公文通知屋主 今天再不配合就要进行处分 而今天建管处如期会刊 发现罗志祥的露天泳池并不是在公共区域 而且屋主已经自行配合拆除 只剩下部分蹲坐 承诺会在12月底之前复员完毕 赤字2.7亿元 小猪罗志祥去年在台北的内湖区买下两户豪宅 却被民众爆料想撕盖游泳池 事隔不到两周已经变成这副模样 北市府建管处勘察人员 入内勘察后确认小猪已经配合拆除 从曝光的照片发现 只剩下部分蹲坐还没拆除 但这一次勘察人员才知道 原来泳池并不是盖在公共空间的屋顶上 而是在25楼的露台 而且露台必须从24楼的专属楼梯上去 才能抵达 应该近日内就可以拆除 只是底线是12月底 应该是屋主自己拒绝 说12月底前会报应 报应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在现场来确认 是否属实 其实建管处在12月1号 从资料发现泳池不符合使用执照 认定是违建要求自行拆除 3号派员前往现场要进入大楼内 丈量违建泳池尺寸 却被拒于门外 事后发文通知违建人 11号会再度前往会刊 如果再不改进 就会开罚最高30万元 这回屋主乖乖配合 上回被拒 这是建管处人员骑着摩托车 直接骑进豪宅完成勘查 罗志强从中国返台后一直低调行事 没想到这回因为丝盖泳池惹出争议 再次登上新闻版面 记者夜灵无相3台北桑岛